屏东文学花 开篇八卧餐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上午发表作家身影纪录片 与三册屏东文学青少年读本 纪录片共五部 每部作品约十五分钟 由邱财燕 吴文睿 蔡一峰 邱国珍等导演 邀请张晓峰 李明勇 曾宽 曾贵海 与敖威尼五位作家 威威道来自己的文学启蒙与成长历程 也拍摄作家写作生活 重游故乡景点 期盼借屏东作家来推广屏东文学 用他的影像来记录 我在屏东成长的这种文学的历程 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文学跟土地会有关联 然后故乡也是一种 每一个作家的文学的根源的某种那种基础 或是土壤 除了个人的文学的创作的文本以外 那只要是替屏东县 替台湾留下一个文学文本的资产 然后可以让这个时代有一个文本的那样的文化的那个发生的那样的一个资料 那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 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 屏东不是文化沙漠 历年来文学家书写屏东的山海风情与情感记忆 早已斐然可观 这次透过作家身影纪录片与屏东文学青少年读本 要让各界见证屏东文学的丰富内涵 在屏东的作家非常多 那喜好文学的人士 语文人士也非常多 过去大家不知道我们屏东有那么多作家 一直都自卑的认为说屏东是文化沙漠 其实有很多的绿洲只是没有去发掘 所以我们特别集结了五位屏东的大作家 把他们在创作的身影 然后呢透过纪录片的方式 找纪录片的导演 把它拍摄起来 甚至他的作品把它编撰成册 甚至上架 屏东文学青少年读本 有心诗小说散文共三册 收录作品不限于屏东出身的作家 也包括到屏东求学 服役工作定居或旅行者 内容涵盖田园 淮乡社会海洋族群等各类书写 潘梦安表示 这次发表的作品是文学馆筹设的先行成果 未来屏东图书总管其中一个楼层 将设置屏东文学馆 预计明年底开关 成为推广文学 与发扬屏东文学的重要基地 屏东新闻 张如云 柳建荣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